各位同學大家好 出過Lomature 1 第二頁的第三段影片 我們介紹了三個新的功能 也看過不同的位置 正負值是怎樣 特殊的數字是怎樣 接下來我們試一個 以前我們很熟悉的例子 這種例子和書的做法不同 我自己的做法 我喜歡把數值和正負值分開去處理 我們一起看看 他告訴我們cosθ是3 over 5 然後他告訴我們θ的範圍在這裡 大家馬上要翻譯 即是270度至360度 開始就翻譯給大家看 但慢慢一定要熟悉 即是θ在哪個位置 θ在270度至30度 這是c位 所以你看到cosθ是正數完全不出奇 我們sir做的方法 就會把正負值考慮 我在這個位置就知道正負值 因為為什麼 之後他問你的所有數字 你只要知道在這個位置 你都知道它是正負的 所以只要考慮數字本身 數字本身 我們就用一個小朋友已經學的 輔助性質的三個形容 嚴格來說 這個不叫θ 要叫α 在中四的時候說過 cos是3 over 5 所以下面的邊是3 這個邊是5 這個邊是黑市和尾 5的二次 3的二次 大家應該很熟悉 其實是4 然後就回答問題 sinθ到底是什麼 sinθ是4 over 5 正負值又怎樣 在這個位置 所以給它負號 記得 tangentθ 我們也是這樣做 tangentθ是4 over 3 數字本身就是這樣 正負值的部分就是這個 c位 所以現在是tangent 因此給它負號 cosθ不用說 接下來我們還要回答 三個新的行數 cosθ 這裡我們不需要再借助任何東西 索性直接知道它是1 over sinθ 剛才我們知道sinθ是-4 over 5 因此就是-5 over 4 如是者 sinθ是1 over cosθ 1 over cosθ cosθ是3 over 5 所以5 over 3 最後 crotensionθ 1 over sinθ 1 over sinθ 1 over sinθ 顛倒完之後 sinθ 3 over sinθ 就是這樣 搞定了